鏡頭稍後再來來看是 台北大孤單確定 無法在這個問題 你不來來完工營運 台北市長的問題 今天是又一次來 配平來政部調工 討論 台北大孤單確定 無法在今年十多次營運 我向今年四月底向 內政部提高 風雨派南性 變形審査到現在也沒有結果 台北市長的問題 輝陸院配平中央在這條 十五到市議會 在鎮南部局時還在批評內政部 呼籲啦 很誠懇地呼籲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的利益 這個只能講到這樣 剩下就看他們的良心了 林亞議員說 到孤單四天造成農民無比 要求外鄉如果是不改善 就要全民停工 郭文貴說有問題就要改 如果郭文貴臨來另外一個重大建設 台北英國聽到道書館總管 經過四邊老廟中正割廟 岸上利康里數年開工 利康里九年緩工 要嘛就是在第一階段就不准 它設計的太複雜 比較傳統的設計 因為太複雜設計價錢都比較貴 那不然就是那個工程的預算要增加 不然的話會衝到北義的負責 台北市長剩檢打到責店 南亞議員關心 台北市長533當時開始進行剩檢 我不會為了選舉然後耽誤我的工作 所以我先會把我的工作做個高個階段 所以是什麼呢 這個地球就不轉了嗎 你黃山山辭職這個地球市政就不轉了嗎 因為現在蔡副長在生病 那有些業務 剛剛不是講了嗎 是有一些又分工 所以要需要時間 你問到民進黨的選前要變完化的對象 我問答是說 台北市長三家都 很難說是這些人比變完化 也不過應該是五五對婚 記者綜合不足